老三可大了长得 这是老大小时候穿的衣服 他竟然穿不上 他俩脑瓜了 赶上那个大哥脑瓜了 现在 我的办公室也快到期了 我们家阿姨也说 要么就直接搬到这边 她说什么不用开车 走路过去也可以 这还有超市 我们每次都来这个超市 然后买东西 我老公的办公室 现在要到期了 他那个办公室 在韩国盛水洞那边 一个月的话 250万韩币 15000人民币呢 我说让他搬过来 然后跟我婆婆 我们一起用那个仓库 合并到一起 找一个大一点的 楼上找一个比较大的 是吧 给你一个空间 对啊 这样我的空间有 妈妈的空间有 然后你的单独隔出来 女孩子也更近 这边学校也近 这边的话 比我们上次找的地方 稍微贵一点 那也比你现在的便宜吧 现在的 说到房间 房子 我觉得不用搬也行 姐妹们 你们觉得我现在房要搬吗 我一想搬家 我好烦呀 我又不想搬家 所以阿姨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搬到这的话 他也就推 进来放到一碗车 送进来到进来 什么不客宝都可以 他不会开车嘛 对对对 就来这边的话 去哪都可以走路 这边有很多楼盘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医院呀什么都在这边 然后不客宝上 那个保证金加上什么 要不以无意保证金 还加别的 还加租金 所以这边就会贵一些 韩国的破地板 没利多少吧 啥没有 房价死贵死贵的 办公室先搬过来说 反正是办公室也到12月份 我们房子也到12月份 房子到2月份 啊房子到2月份 反正就都在那一个期间 看看怎么 我觉得先把办公室搬过来 因为这办公室 天天开车开那段时间 老堵车还 老还死贵的 一万一万五 那破办公室 就因为在市中心 就搬过得了呗 反正就是上班的人 职员可能费劲点 他们不愿来这么上班 所以今天先去工作 下班回来 还得找那个仓库办公室 房子还没决定要不要搬 他们说怎么整了这一天 事太多了 老三可大了 长得这是老大小时候 穿的衣服 都不知道什么几个月 是穿的 他竟然穿不上 我的妈 然后那个脑袋可大了 进不去都 哦 那个胳膊都胖的 不行 你老大小时候穿还挺好的 留着没穿几次倒是 他都穿不去 然后后来阿姨 把那个两边的肩膀 那边捡了一块 哎呀哎呀 跟老二一样 脑瓜大 他他他俩脑瓜的赶上 那个大哥脑瓜 现在 他大哥 玩乐高 他跟他玩水杯 急玩烂焦 这个脑瓜的也大 从小就脑瓜大 哎呀那家伙子 现在也比他哥脑瓜大 然后他这边打嗝 给他喝那个哥奶瓶 给人装点水 他一看是哪瓶子 那手装外拥 妈妈 妈妈 然后给他换个杯子 就要了就喝了 你这人不大吧 啥都知道 早晨也是给他放床上 那家就挺不热 招呼 啊 啊 的呀 然后奶奶过来抱他 因为他不知道的事 哎呀 你看看爸爸今天给买了新玩具 小时候老大都有 老二爷有都愣了 还要再买新的 哎呀 哎呀 真棒 谁买的 爸爸买的 哎呀 哎呀 那小手 哎呀 那大眼睛 哎呀 都说他往嘴塞 这磨牙棒啥都有 他都不要 都不整 坐着一冷 就要吃那些没有用的 他就是想吃 然后他就看人吃饭 他就上上桌子 磨牙棒啥啥都有 哎呀 看 哎呀 看看这个了 又看看这个了 不知道咋种好的 这是 给自己折到了 哈哈哈 好